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民意交响曲 我是蔡小军 在今天的节目中 为您邀请到一位充满创新的议长童子伟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要带大家一起来京都市政 一起来请听地方的声音 我们欢迎议长 小军好 大家好 好久不见 议长好 很开心 议长今天一个人 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他今年来所做的各项努力 首先我们就来说说 接掌议长这执掌以来 有没有什么样的创新作为 我想我们今年市议会 因为刚好我有这个机会跟命运 担任这个议长 所以我们大概注入了一些 新的文化跟力量 所以我们用文化创新信赖 来作为我们市议会 接下来四年运作的主轴 也就是以基隆的文化作为基底 那创新的治理方式 然后来打造一个让民众信赖的议会 我想过去可能大家会觉得市议会是一个好像很远的距离 其实那个是我们每一个代议室都是民众选出来的 也就是说我们要让市议会打造一个城市 一个透明开放的议会 让民众觉得这是一个可庆的地方 所以我们有诸如此一些元素以外 我们也大量的邀请议政顾问 因为我们为什么要聘请议政顾问的原因 就是让这个市议会可以真正的汇集所有完整的民意 那我们议政顾问的这个筛选方式 就是邀请我们社会贤达 然后各个领域的经营 因为我们可能有很多产业 比如说公庙等社区发展等等 我们有不同的 因为一个城市就是非常多的单位组成的 那我们邀请各个社会先大领袖 然后邀请进来当任议政顾问 让我们这个议事的运作 然后还有多元的声音 然后城市的发展的建议 可以让市政府收到更完整的讯息 那我们也这次今年做了五项大改革啦 也就是我们的网路直播系统 第一个大家应该 民众应该会有感受到 我们网路应该变坏了 是 或是记者有感受到 是 而且好下载 好下载 那我们新增了一个回播的功能 就是这个会方便到记者朋友 也就是说议员在咨询 或是市府任何一个官员的回答 你刚刚没看到 你可以马上回播 这个是可以马上 这是第一个项目的更新 第二个就是我们每一个议员的咨询 从六分钟缩短到三分钟 也就是因为六分钟可能会有很多罪词 那我们为了增加这个一问一答的速度 也就是让政府官员有更充分的时间回答 让议员有更多元的声音 更多的议员可以来发言 所以这个是一个我想全体议员都同意的一个改革 第三个就是我们专案说明会的主持人 改由这个审查会议员的召集人来担任 就是过去如果我们市府要举办专案说明会 是由市府来主导 也就是市府可能是局处长还是秘书长来开这个专案说明会 那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立场上不对 应该有议员 我们用召集人来担任这个角色 我觉得这样子会比较公平 因为本来专案说明会就是你市府来议会说明 说给民众听的啊 你还自己当裁判 我觉得这不合理 所以我们做了一个改革是这样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市府各个局处的业务报告 直接用书面说明 让议员有更充分的时间来提问 也就是让观众朋友或是市民朋友可以知道有更完整的内容 也就是像因为市府通常的报告都会花很长的时间 他那一叠资料大概一个局处至少报二三十分钟 就浪费了二三十分钟 所以我们让这个资料先送到议员桌上 议员我们开会的时间到就直接可以提问 这样可以节省非常非常多的时间 然后再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市议会的公文电子化 也就是说我们尽量去跟市府之间也可以电子化 我觉得是一个未来的趋势啊 那大家都这个除了就是能源的环境保护以外 最重要其实是节省时间啊 还有一个行政的效率 所以我们大概做了几项这个重大的改革 然后我们也希望在明年度 就是今年我们做了一些修缠 我们希望明年度开始可以让我们各级机关团体或是学校 来议会参观 我们最近有事办的一个盛兴高中国中到我们的议事厅来参观 就同时就直接来做公民教育 就是来看医师厅的现场 哇以后你们市议会没有开医的时候就会活络起来 这第一个让年轻的朋友或是市民朋友知道说议会在做什么事情 他不会觉得说政治是无感 因为政治跟大家的生活都息息相关 我再举个例子路平路灯亮不亮都是这个政治的功能 所以让小朋友第一个就可以来公民教育 最近盛兴国中盛兴高中来参访 他们应该问的非常问我非常非常多的问题 譬如说居客讲给大家听 他说会不会有民众来议会丢鸡蛋 我跟他回答说不会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是帮你丢鸡蛋的那一个 我们是议员的角色嘛 所以这个是让他们也理解说 行政机关跟立法机关的角色区别在那边 所以我们希望未来可以大量的邀请 我们的这个各级学校 从小学到高中大学其实都没关系 到议会来参访 所以我们今年也赶快做了一些秀赛 因为我们有一些民意馆的空间嘛 可以我们有简报 我们议事组会提供简报 让他们清楚地知道我们议事运作的过程 然后可以直接参访到议会 然后也可以从我们会做一个类似故事馆 然后介绍我们议会的一些详细的设施跟功能 我觉得它是一个让我们这个开放议会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是 我记得是不是五楼那个空间也是可以让民众 如果在开议的时候 有兴趣的民众可以上去听 其实五楼就是一个 对 过去是要申请 你现在一样申请我们都会直接通过 直接通过 就是我们在议事运作的过程中 只要是开议期间 你都可以来五楼参访 你就可以直接看着这个全体议员跟官员 这个不带张志的吵架 这样你们压力会很大 不会 我觉得这样子 也让你自己的选出来的议员看到 你可以看看他的表现 也可以看看官员的表现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向的一个互动过程 是 真的就在议长的带领之下 可以看到市议会有五大的新改革 然后未来还朝向教育方面 只是希望让我们的小小朋友 我们的大朋友 我们的中朋友 通通都可以进到议事 市议会来 来看看我们议事到底是怎么运作 怎么样让我们的国家变得更强大更好 那接下来一样 就是要朝着这个新潮流来进行 就是我们的永续环境 我们一块来看看基隆的ESG永续论坛 基隆市ESG城市永续发展论坛 邀请产观学员一起互动交流 目的是让基隆的产业能够永续 实际投入减碳旧地球的具体行动 因此这次邀请了许多企业顶尖人士 与基隆产业领袖 跟各单位互相交流凝聚共事 大家都知道大圈是变频空调的领导者 除了家用空调 其他的可能一些比较 其他像冰水机或是其他的 也会达到提升5到15% 那我们大型的VRB也达到了100%的 所谓的变频化 论坛现场贵宾云集 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出席论坛致辞 另外包括议长童子伟 立委参选人林佩祥 官销处代理处长郭宪平 产发处长林鼎超 并由全家便利商店副营运长黄俊毅 国泰金控投资长陈淑芬等贵宾 分享七大企业如何来做ESG 达成基隆共好干净家园 如何发展永续城市 是我们一个普世的价值 那现在政府的这个重要战略方针 真的是净铃转型能源转型 然后我们在基隆 当然也在我们的国家的一份子 我们大家也共同努力 今天非常感谢官销处 特别举办相关的论坛 让我们的产官学研都有机会 来大家共同讨论 希望辅导我们工业区域 在净铃转型上面 可以成功的转型 那我们未来发展蓝色经济 蓝色观光 还有我们的青创等等 相关的产业也都共同朝向这个目标 那我想我们基隆是世界的一份子 我们会共同来努力 另外论坛上也邀请在地创业青年 品仙渝创办人王岐顺 宇都漫步创办人苏小兰 来分享青年回乡创业的历程 与创造共融 基隆市政府官销处 期待借由这次论坛 凝聚更多的社会力量 就是凝聚更多的社会力量 让我们的基隆城市 永续发展下去 其实我们的议长在这方面 很多不一样的新思维 其实ESG代表的就是一个环境保护 社会责任跟公司治理 那同时城市发展 就是我们基隆也需要永续来经营 所以我们在 我们的城市规模其实不大 但是我们其实也有得天独厚的资源 大概概念是这样子 就是希望可以发挥 我们山海城的一个重大的特色 那在环境保护上面 我们当然要跟上国际的脚步 世界的趋势 进零转型 进零排探 所以我们不断的要鼓励我们在地的企业 或在地的公司 行号等等团体 大家一起来努力 那我们其实基隆未来有一个非常重要 永续的发展 就是发展我们的蓝色经济 就是未来我们蓝色经济 会是我们基隆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方针 我们也必须朝向观光城市的导向 来往前走 因为我们过去基隆港的发展 就是以货物 但是我们现在大概逐渐要从这个转型 基隆港的转型对我们未来的发展非常重要 包含现在在这个能源转型上面 跟基隆港也息息相关 那蓝色公路 水上计程车的意思 然后我们现在在推动步行城市 等等 我们必须把我们的特色充分展现出来 然后改良大众运输 这样才有办法导向近零 然后观光永续发展 这是我们未来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目标 那我们也希望在有吸引更多的年轻人 进来做一个创生的工作 也就是说我们基隆其实迈向老年化社会 所以我们在步行空间 所以我们的环境治理上面 需要把我们的公共服务水准的品质再次的提升 因为过去我们很早开发 所以我们过去工业化的时代 是用汽车为主的道路设计 现在必须我们导向人本城市 就是用步行城市来取代过去的工业化思维 那在步行城市的过程中 除了我们永续发展观光 步行也是一种经济 你让民众在走路店家的生意就会好 那加上我们刚刚的蓝色公路 这会是一个未来我们的一个趋势跟导向 同时也照顾好在地的居民 也就是步行空间的完整建立 可以把老弱妇孺都照顾好 所以我们在这一块 会有朝向一个永续发展的方式 大概有几个重大的方针 是真的就是要找到我们基隆未来的 这个城市定位 就是我们的蓝色经济 然后我们的步行城市 这对基隆的永续发展是很重要的 而说到步行城市 一定要带大家来看看 我们的议长佟子 我也真的很用心很努力的争取 这一项计划总共预计是三年吗 3700万元的南龙路改建 我们过来看看 南龙路即将进行第一阶段整体改造工程的地点 由于南龙路是基隆通往台北的重要道路 为了让整体路况对行人更友善 对大小车辆更安全 基隆市议会议长同志委 特地向中央争取到3094万多元 以及向市政府争取到589万多 总共将近3700万元 针对南龙路393巷到南星街口这一段 全长400公尺 进行第一阶段整体改造工程 现在最重要人本城市人形空间做出来以后 我们再来做逐步的调整 感谢议长让行人有行得安全 包括电感地下化 重新铺设人行道 以及路口改善 设置庇护空间和拆除天桥等等 预定明年2月可以正式动工 公期预估将近一年左右 这是第一个阶段3700万元 我刚刚有看一下那个报告 我觉得很扎实 就是包括了管路所有的 任何你想得到需要埋在地下的 就是一口气一次完成 在我的想法是这样子 如果我们有机会重新来施作 或是设计一个道路 或是任何一个公共工程的建设 我们必须完整的考量所有的项目跟设施 包含所有的管线单位 所以这个案子其实是在上一届 我在议员的第三年还是第四年开始 向市政府争取 然后要求市府再跟中央来争取相关的预算 大家可以想象南龙路 我想基隆人大概都知道 老一辈的基隆人对南龙路可以更加的熟悉 因为过去在没有高速公路的时代 南龙路是省道 避久之路 基隆到台北的避近之路嘛 所以那时候我爷爷不是在爱山路口 开了一家杂货店 因为你从台北回来就必须在这边买水喝 这是一个转角 所以南龙路过去的发展对老一辈是非常有记忆的 可是南龙路你大家现在可以想象 刚刚我们说很早开发所以过去是用车型为主的设计 所以你现在想象南龙路的两侧 它其实是人形空间非常的破碎 然后电感也都挡在人形空间上面 然后汽车没有规划的管理的停车 所以在不管是长辈或是年轻人或是小朋友行走上面是非常的困难 也危险尤其南龙路上还有一间南龙国小还有几间的幼儿园 所以我们在第一个阶段从南龙国小底下作为一个核心 拉两侧拉到这个幼稚园口那里 然后南星街底下 这个案子大概三千七百万的一个预算 然后非常感谢银建署 银建署刚好副署长是我们过去的杜发处 许银新现在在那边当副署长 他也帮我们核定了这个第一阶段的计划 然后我们市府也感谢市政府公务处的争取 大概配合了五百多万 所以第一阶段三千七百万在明年的二月 大概可以顺利来动工 那我们预计一年完成 那我希望我在这个任内 我这个议长的任内四年 我可以把南龙路诊断全长两公里的人形空间 做一个完整的改善 包含沿路的电感下地 然后我们的管线单位的重新配置 那我们设计的是实体的人形道 也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些路很小的地方 其实我们上绿底嘛 我们上绿底那是新人友善 但是我们现在要的是一个安全的回家道路 也就是实体人形空间 上面就把停车 我们确实的把停车问题在人形空间以外 把它设置好 这样第一个有秩序 第二个有规划 第三个也可以 所以你停车阁政府会有收费 那我们这个大家也不用担心我们要停车阁收费 停车阁收费我们是一个滚动式的调整 也就是我们原则上会设计是夜间是不收费的 白天为了增加流动率 可以增加商业发展 这个是一个部分 那人形空间的实体电感是下地的嘛 那如果中间那个天桥那个政府会再做一个最后的评估 到底哪路上的天桥要不要存在 但是我们在这个道路的设计上会做一个重新的调整 就是我们在路幅中 那个会把斑马线的那个路幅缩短 就是在你真的要过马路的这个地方 它会做一个扩大的一个地平 让你过马路更安全 你在等红灯的时候也安全 这是第一阶段会做哪路国小底下 第二阶段是往八堵的方向 哪路公墓以内 然后到八堵这个隧道 大家应该对那个隧道也记忆游戏 我上一阶也大力的争取 那这一次会做一个完整的 把那个人形空间做出来 让车跟人都有一个安全的保障的一个空间 隧道会大概做一个改变 第三年我们就希望在往爱山路口的这一侧 这一段把它完整的做起来 这一段做起来非常重要 但是也非常困难 因为有很多的在地商家 或者是机车厂 这需要沟通 这需要透过邻里的沟通来形成共识 所以我们先做哪种国小以下 是等于示范第一年 就是明年会完成的第一段 是一个示范的动作 最后一段在往爱山路的过程中 因为它有一些 除了道路规划以外 还有一些商家 那有花圃 还有一些停车问题 那个需要拜托里长 跟林长在地来做一些沟通 这一段非常重要 因为这一段是衔接庙口 非常重要的一个工程 未来如果我们捷运可以进到山坑 一路进到车站来 那个会是一个衔接 你捷运可以下来 或是现在即便下火车 往那边也可以来庙口 那可以促进一个南楼路 这一段做起来的原因 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步行经济 不管你坐火车来 还是坐未来的捷运来 这一段走过来 可以直接衔接仁爱市场 或是我们委托行 一路到庙口 这是一个完整 让南楼路重新发展的 一个重要的契机 所以我也希望 我们大家可以 大家一起来努力 不管在沟通 和凝聚共事的过程中 可以让这个工程可以顺利 总共三年 大概一亿多的经费 希望可以来完成 我觉得真的很厉害 就是真的很努力在争取 然后很期待南楼路 整个人行步行步道的 最主要的示范区域 对 那刚刚就说到 人行步道这样子 直接进入到我们市区 可以进到我们庙口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 博爱仁爱市场 这也是美食的天堂 不过也是被民众诟病 说它里面的一些设施老旧 我们议长同志位 也非常用心 也争取经费来进行改善 仁爱博爱市场 一楼猪肉滩区的天花板 因为老旧钢筋锈石裸露 水泥块剥落 危机底下做生意的摊商 以及采买的客人安全 因此在基隆市议会议长同志位 向市政府积极争取下 将耗资840万元重新修缮 另外也争取到150万元 太旧换新这个市场的货梯 那我们因为从民国70几年 更新到现在 也非常多的设施 非常老旧 那这边也是我自己住的地方 所以我们特别关心 仁爱市场的发展 仁爱市场将近36年了 那有些东西都是老旧 老旧化的 屋顶都是石头剥落 市政府产发处 市场及商业发展科长 吴国伟进一步表示 猪肉滩区天花板会剥落的地方 已经都先处理过 暂时不会再掉落水泥块 明年也将紧速发包 修缮这里的天花板 这就是看到我们这个 卖猪肉区的摊委 在后段的部分 那议长很用心 他就是争取到经费来进行改善 刚刚主委有提到仁爱市场 博外市场是已经差不多36年的建筑物 就是我的年纪 我几岁仁爱市场就多久 所以我刚好最近也在办的这个 停车场的说明会 因为我们停车场刚好 它那个合约到期 那我们要求交通处 来跟我们的人爱市场的市民朋友 这边的居住的朋友来做一些沟通 就是我们要改善的部分 除了市场还有这个停车空间 因为我们的停车空间是属于公共空间 也就是说它是来庙口 或是来仁爱市场吃饭 非常重要的一个停车场域 也是唯一的一座 流动量其实算大 流动量很大 所以我们在道路的设计 居民的沟通 我想交通处都身负非常重要的一个责任 那我们现在提到市场就是说 因为市场它也是一个非常久的一个设施 在一楼和二楼 那低栋就是卖猪肉区的这个部分 它天花板已经非常老旧都脱落 所以摊伤或是采买的民众会有危险 然后石块会掉下来 所以我们这一批的经费 是在以这个天花板的修缮为主 原则上是全A到D ABC低侧都会做一个检视 那低侧因为已经非常严重 所以这个1000万是修 低栋猪肉区底上的 上面的这个天花板 保障民众有安全 然后还有一百多万是做这个一二楼的电梯 这个电梯是给这个运送用的 就是我们那些大 因为我们二楼有那个 对货梯我怎么想不起来 二楼有那个美食区嘛 那有一些所以我们那个货梯是也很重要 因为我们二楼现在生意非常非常好 近几年的安市场已经成为基隆美食的一个重要指标 所以我们必须赶快来改善我们的基础设施 让不管是外地来游客 还是我们在地的居民 他在采买或吃东西的这个饮食空间 他会是感受到一个舒适的 所以我们现在应该积极的会把ABC低供 相关的基础设施要求产发出逐年编列相关的预算 把它完整的做起来 包含我们未来我最近刚刚我跟谢市长有碰到面 就是刚好在一个活动上面 我也跟他沟通了一个他也很认同 因为人爱市场他自己也蛮常来吃的 然后我们希望说把人爱市场在这几年 把它做一个整体的改善 也就是大家如果有去人爱市场会有印象说 我们人爱市场周边的那个地平 它其实是不防滑的磁砖 下雨天很容易滑 可是那是过去36年前的设计 所以我希望利用这几年的机会 我们中央跟地方 我来跟中央来争取经费 那谢市府希望市长可以配合 产发出可以配合编列相关的预算 我们把周边的道路设施也一并做好改善 就是我刚刚的步行经济的概念 然后周边的水沟也一并做重新的施作 因为过去那个水沟的比较浅 一下雨就冒出来了 加深加宽 我们要用现在的余量来重新评估 我们水沟的这个泄水坡度等等的 一并把周边的环境做改善 我希望在这个议内 在这个议长任期议 可以也把人爱市场周边的环境一并整理好 但同时都不跳脱那个步行经济的概念 是 真的很重要 因为大家一想到下雨天要想要出来 其实很困难就是路会滑这件事情 而且老人家有时候一出来一滑不得了 我刚刚有提到停车场 因为很重要的指标 就是它是停好车 然后上去采买或者是吃东西 所以停车场往市场走的这个指标系统 我们也会在明年停车场重新招标 新的厂商之后 我们会要求产发处 交通处 官销处 相关单位 共同来把我们的指标系统做好 也就是停车场一出来 你要往庙孔 你要往夜市 你要往人爱市场 你要往采买区 都会把指标系统重新做一个设计跟规划 让民众是有一个更安全 然后也更舒适的体验 来基隆的感受 就不会是过去的老旧昏暗 它会是一个 湿湿滑滑 对 那我们倒入也要重新规划 就配合人行道的设计 一并 大概我们整个人爱区 大概接下来会就是 明年开始会以人爱市场 作为核心改造周边的设施 真的好期待 以后这个人爱不爱市场 就是一个很亮丽的一个指标 而说到指标 其实最主要就是要发展 我们基隆地方的观光经济 那基隆市政府 其实推出了一个港警乐园 然后在偏例的预算当中 在市议会当中 这个蓝绿真实章都通过了 我们一块来看一看这是什么样的一个计划 议员们都非常关心市长谢国良到底要在这里设置什么样的摩天轮呢 不过几乎所有的议员们发言过一轮之后 市长达巡师表示目前没有决定要设置摩天轮还是任何设施 都还需要再评估 包括很多港口城市的一个基本上的一个地标 其实在国门广场设置一个邮剧 搭配一些展览 还有一些艺文表演活动 应该是一个很可以考虑的一件事情 至于说邮剧是什么样子的邮剧 到底是说所谓的摩天轮还是旋转木马 还是什么样子的邮剧 我觉得这个还是要有待这个专业提出各项的一个评估 这下子反对的市议员更不能接受 表示没有具体的内容和营运计划要求删除全部预算 这个地方能够完整的建制 我觉得这两千三百万 它是长久的建设 反而会是我们地方民众 甚至是基隆市民 尤其是年轻的市民 甚至儿童的市民 更加阴庆期盼的一件事情 然而你这两千三百万 就在这三个月四个月烧完了 而且这烧完了之后 真的对于我们基隆的儿童来讲 留下了什么 我觉得完全看不出来啊 从你的这个说法里面 完全没有觉得 你要留下什么样的东西 进捐儿童安全文照基金会 我相信市长应该有接触也认识 但是他们在2018年的时候就持续在要求是说 移动市邮局暗藏危机 所以他不管是针对法规面 针对安全面 针对市府的立场上面都要多加评估 不然一旦业者租了 花钱来了 由于僵持不下 虽然主席基隆市议会议长 童子伟一度先提出 删除三百万元预算的建议 看看支持和反对的议员们能不能接受 不过这项提议并没有获得双方议员们的支持 因此中场休息五分钟协商时 市长谢国梁更是直接走入议场内 挥手指示支持的议员们不能被删除 一块钱要表决就表决 因此恢复开议后 议长童子伟宣布直接举手表决 最后由市长谢国梁率领支持的 国民党五党籍以及亲民党议员联盟 以17票对10票强势碾压 反对这笔预算的民进党及五党籍议员联军 通过这笔两千三百万元预算 这笔预算就通过了这个基隆岗级乐园 因为一开始听到的是要搭那个摩天轮 后来又进行不断的修正 然后变成了现在热钢琴热月 那我要请教议长 这到底通过了预算 然后对这样的建议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想编列预算是市政府的责任 那也是他们要完整说明 让议会通过的一个使用方式 这是民主国家 那我想大家也不用污名化政党协商 我想把这个简单的过程 可以跟大家描述一下 当然最后大家看到的是一个表决通过的一个现场 然后这笔预算通过 那大家会有认同跟不认同的声音 那我作为议长 其实我是一个不同党派沟通的桥梁 我就是一个桥梁跟平台 所以我是在希望在我们的议会 不管哪一笔预算 它只要有争议 就希望让大家做一个充分的协商 充分的表达 充分的沟通 最后你表达跟沟通完最后可以协商 我想维持一个意识运作的和谐 辅惠它未必是完全对抗的 它是监督那也是一种合作 我所谓的合作它是在 譬如说议员要求说你提出完整计划 政府本来就应该完整的说明 那这笔预算当然大家有不同的意见 因为过去在右昌市场任内 它把四港再生计划 把国门广场整理的非常的一个 现在一个崭新的空间 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基隆是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改变 就从国门广场开始 那好不容易把一些险恶设施 把它清除掉 所以大家有一些党团 像我们民党团 他们就会觉得说 你怎么在上面放了一些设施 希望做一些讨论跟沟通 所以最后当然是呈现表决 也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平衡 对我来说就是这样 譬如说市长 他当然希望2300万预算全数来通过 那国民党党团当然希望配合市长 来让这笔预算来顺利的让政府来试试看 这个设施对未来的效益是什么 那民党团有不同的声音 所以我们最后就是让大家充分的表达 也是我们这笔预算 花了非常非常长的时间来做表达 那我希望大家做最后的协商 那表决是最后的手段 因为表决就会有息次的问题 所以我们希望让大家做一个完整的一个讨论之后 然后最后再来表决 让大家各自为各自的政策跟政党负责任 我觉得协商未必是一个不好的 那表决也未必绝对好或不好 我觉得每一笔预算都会有不同的一个沟通的过程 那我想我们作为一个桥梁 就是希望大家都充分表达之后会有一个最完整的论述 让大家各自的民众或是各自的政党 各自的支持者都可以看到我们各政党的议员表现 是真的这笔还有另外一个我记得当天也讨论的很激烈 就是我们基隆城市代言人 这也是一样在争议当中过了对不对 城市代言人是这样 因为刚好这两笔预算 市府在他们的报告上面没有很完整的说明计划 所以当然会不同党派又会有不同的声音 那包含其他县市它编列的预算多少 譬如说直辖市编列多少预算 那我们省辖市的规模编列多少预算 所以这一样会有非常多的讨论过程 那我想那天的情景是 2300万的港警乐园在上午 那大家就不能说吵得非常激烈 沟通的非常热忱 然后下午就进入这样的状态 所以大家会有一种比较高张力 在审核这笔预算 所以我们的角色一样作为一个桥梁 让各党团充分的表达意见之后 再给大家时间做沟通 你要删减多少预算还是 当然市长一样希望全数通过嘛 那民党团希望的是有表决的效果 民党团希望说我们表决就是告诉 他们现在在选 大家现在在选举可以有各自的政治的需求 他们一样表达全数反对 那国民党团当然是全部举手来通过这笔预算 我想每一笔预算透过这样沟通的协商过程 它就是一个民主啦 也就是地方的议会跟国会 其实概念是一样的 那国会它会有更复杂的运作过程 因为它有各党各派不同的声音跟意见 然后会有很多的团体在关注我们整个法案 因为那是国家发展 所以有更多人的关注 那城市的发展呢 其实我觉得炒成一团未必是一个不好 这就是一个民主机制跟价值 也就是我们市议会价值的存在 是 真的就是落实公民公开透明化 让大家知道你是赞成还是反对 但不过多数已经赞成了 那我们就期待未来的计划 那当然市议会也会负起监督的职责 我们在这个预算我们都让 因为是表决的结果 我们尊重让这笔预算通过 但是我们会有附带决议 希望市府在明年三月 也就是在开议之前 提出完整的说明计划 我想我这样子下去的结论 我预算通过了 然后也附上 你必须把完整的计划做说明 还有使用效益跟未来的规划 这样子做完整以后 大家都可以接受 让这笔预算来顺利执行 那我觉得这样就是一个 我现在担任议长的一个角色工作 真的 当然议长真的很辛苦很不简单 很辛苦 对 然后很多角力都要平衡到 那当然了 关怀弱势这件事情也做得非常的 一定要让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用城市善的力量 我们一块来看看创世基金会 在议长及志工们的协助下 创世院民们手持箱 向清安宫妈祖娘娘祈福 睽違三年 创世基隆院举办秋日轻旅行 与南山人寿 接用通讯处的员工 一起推着轮椅 带着植物人院民们到百年历史的 委托行街区 清安宫进行社区融合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正向的力量 那清安宫本来就是一个救人或是助人的一个单位 那跟创世基金会一样 大家共同秉持着一个理念 欢迎我们所有的企业朋友 大家一起来回馈社会 这次带领了伙伴们来参加今天的社区融合活动 非常感谢我们的议长在百忙之中 可以来跟我一起参与外出的社区融合的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基融创世基金会正在安装防火门 由于每片防火门的造价至少十万元 价格不低 还有十六扇防火门需要资金来协助 基金会期盼社会各界能伸出援手 守护愿民们的安全 这就是要让善的力量不断的循环 那关怀弱势实际付出 我们要请议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在我们基隆很多角落弱势的声音 现在开始慢慢的被温暖被关怀到 我们也要感谢我们大众媒体的这个报导 让我们在各个不同的公益团体 来呈现他们的这个善的力量 也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宣传 让我们有更多的民众去 发现我们社会团体的爱心 然后进而去投入 所以像创世基金会在这二十年来 照顾了我们非常非常多的植物人 刚刚影片有看到 刚好创世基金会在清安宫附近 那我们也利用是个好的天气 带他们来清安宫拜拜 那其实是让他们出来晒晒太阳 那我也去陪同 其实我看到这个画面 其实是很感动的 因为其实创世基金会 照顾植物人的本身 同时也照顾到了他们的家属 因为最难过或是最困难 其实是家属 所以我觉得这样 透过这样的宣传 然后透过大众的力量的捐款 可以让我们的这个院民 或是不管各个机构 其他有很多的机构嘛 不论老人养护中心等等的 他都会受到关注跟重视 那我们就有更多的捐款 把我们的这个老年化社会的需求 照顾好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感谢我们媒体的报导 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那我们基隆其实也即将迈入 超高龄社会 超高龄社会就是每五个人 会有一个人是65岁以上的 也就是说65岁以上 在基隆搭公车不要钱嘛 五个人就有一个人搭公车不要钱 所以我们必须把 我们的基础设施做好 就是在我们小时候那个阶段 其实大家会非常大量的投入幼稚园 因为小孩子很多 小朋友很多 我们一般可能三四个 四五十个人 那现在一般可能都一二十个 也就是我们需要建立的是老人的幼稚园 也就是长辈他在老化了以后 他有一个在地老化的空间 在地老化的概念是什么 跟大家说明 也就是你可以在你家附近 你的社区附近就可以到一个机构去 也就是现在俗称的日照中心 他其实就是老人的幼稚园 你把他送到在地 因为他在在地他会很熟悉感 他就在在地 我们目标中央政府的目标是一个学区 一个日照中心 也就是说一个国中的学区 他就有一个日照中心的时候 你可以在你家附近就有一个长辈可以相处相聚的地方 那会有很多人来照顾你 然后下班的时候你的子女再把你接回家 早上上班的时候把你送过来 下午上班的时候把你带回家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未来的一个趋势 我们现在中央跟地方 我们以后都用得到 大家都用得到 所以我们中央跟地方 其实大家在努力的在争取相关的经费 大家共同努力来找空间 让照顾我们老人嘛 所以现在在蔡英文总统任内 已经把长照预算一年提升到650亿 在马英九总统的时代是70亿 现在是650亿 就是未来如果我们赖清德副总统有机会当选总统 长照会提升到3.0 会达到800亿的标准 也就是希望把我们的这个全国的老人 包括我们基隆 希望我们基隆距离一个学区一个日照 还有很大努力空间 因为我们腹地不够空间不足 所以我们积极的希望 透过政府的公共空间的释出 来找到我们老人幼稚园的设置场所 这是我们未来非常重要的一个政策发展方向 那我们同时之间因为在少子化的年代 我们上班 因为我们基隆很多都是双性家庭 同时之间我们也非常多的小朋友 他需要延长我们的幼儿的照顾 也就是说你送去幼稚园 我们中央政府现在补助你 比如说5点本来幼稚园老师下课了 你需要一定要来接 可是很多人在台北上班 对来不及 希望可以延长时间 晚上的时候六七点七八点的时候 再回来接小朋友 我们中央政府也都提供补助 在这一块 基隆市政府其实做得很好 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开办率都非常的完整 也就是说很 中央政府的补助实际到位 让我们的民众实际有感觉 所以我们现在中央政府的目标 就是从小孩到老人一路照顾 这就是我们城市永续发展的一个指标 让我们基隆目标就是一个宜居友善的城市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 未来如果搭配我们的社会住宅 搭配我们的捷运系统 我觉得基隆发展还是知日可待 是真的 就是刚刚说的这个老有所托 然后又有所顾的时候 每个人都可以让自己活得非常的有品质 那基隆就会变成一个很宜居的城市 那说到这个 我们国家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要站立 那现在很多都是说运动就是站立 你体育发展的越好 你这个国力代表是不是就越强了 我们一块来看看我们的三对三洋育金牌 回到母校 三对三篮球选手于翔平 在亚运一战成名 带着荣耀回到母校 才踏进学校就受到学弟妹热情欢迎 市长谢国良送上特制版篮球 而对于基隆目前还没有亚运 夺牌相对奖金惯例 当场只是教育处两周内研议办理 出席活动的议长 同志伟和于翔平 基教练徐伟胜都是多年好友 特别准备12号球鞋送给于翔平 我们今天特别准备了一双球鞋要送给他 其实基隆买不到12号的鞋子 因为基隆很少这么高大的选手 他们的教练伟胜穿13号 国中国二我认识他的时候 他其实我就觉得他协调性非常好 那基本上因为他你看他的身高 他国中的时候在基隆去打中锋 到高中去慢慢逐渐的转型 我想后来现在大家可以证明 我们未来这个选手转型的非常成功 也希望他未来可以在职业队 可以好好的发挥 那我们基隆也希望未来有机会 可以引进职业队来进驻 那希望翔平未来就是我们基隆的代言人 难得回到母校 于翔平和议长同志伟亲自下场 和民传国中学弟来个一场友谊赛 双方比数一度追平 最后在议长同志伟拿下最后一分 获得胜利 要从兴趣变成专长是一个很困难的过程 那在于你投入这项活动 你付出了多少心力 那我觉得基隆应该有更多这样的人出现 基隆真的越来越厉害 近年来的这个体育表现都非常的亮眼 那当然我们的环境设施 我们的体育设备也要有所提示 我们来请教我们的议长 其实我们基隆在体育设施 跟体育环境上面还有很多很多努力的空间 可是我们你看看刚刚的于翔平 他在民传国中毕业之后 有这么好的发展跟表现 所以我们在鼓励教育处体育建科这个过程中 是我们必须把我们每一个学校的环境发展好 也就是你必须清楚地定位每一间学校 他的体育发展的项目 像现在民传国中在篮球表现上非常的杰出 在徐伟生教练的带领之下 学校也全力来支持 那我们政府就应该全力来支持他 这个资源是不用分散的 也就是我们现在在少子化的年代 我个人的想法也建议了教育处 我们在少子化年代 学校的学生人数都非常的少 我们必须集中每一项体育资源到不同的学校去 如果民传 篮球就是篮球 专心发展篮球 他还有桌球 我们就专心的投入这样子的预算跟这样子的规模帮忙下去 把他们环境设施改善好 我也帮他们盖了一个风雨球场 帮他们争取了 好棒哦 那我们哪一间学校 譬如说我是跆拳道主委 像基隆女中 我举一个例子 你是主委 我是主委 我主委的项目还蛮多的 我们过去有一个科版的思维 就是国立基隆女中 国立基隆高中 他不是我们世俗的 也就是不是基隆市的管辖范围 所以我们在体育的资源上就好像是切开的 基隆女中在这边 可是他好像不在基隆 因为我们政府 基隆市政府并没有好好的去规划这些体育选手 所以我们现在接下来我担任议长这一年 我已经非常清楚明确的表达这个体育发展 必须做一个完整的三级衔接 不分国立跟势力 让这个资源可以更丰富 更完整的照顾到每一个单项的小朋友跟选手 国小 国中 高中 大家都说体育强就是国家强 所以我们这几年其实国家的体育表现 就是我们国立的展现 那我们基隆市的体育也必须透过 我们如果体育发展好 代表我们的城市发展是正向的 而且也是让我们的运动风气可以持续的提升 其实篮球 刚刚提到这个篮球 我们过去产生非常多的国手 其实基隆也是篮球国手的摇篮 大家应该印象都很深刻的林志杰 他就是我们基隆市篮球代表 对不对 所以我们如果在这个篮球环境上 我们最近就是积极的提升国立基隆商工篮球队 因为我们国中已经有名传国中 在遗嘱表现常年的冠军 那我们的国小端也需要找到一个有专任教练的学校 然后来衔接 如果国小端 国中 高中 我们世俗其实不用再投入太多资源 为什么 因为国立基隆商工在了 所以我们只要协助他 把这个资源完整的衔接起来 HBL最近基隆商工打进了16强 对 很厉害 所以我也到学校去关心他们 所以我其实 我其实个人非常喜欢篮球运动 虽然我长不高也很矮 所以我就把这些希望都投入在这些小朋友身上 那我们希望培养更多的国手 那我们最近前阵子大家应该有看到 PLG的这个直栏 来我们基隆打热身赛 那我们今年其实也跟市政府也争取了 SBL 这一季哦 SBL今年会有两个礼拜的比赛在基隆打 我们就是希望把这个三极制建立好之后 让我们的学生运动 看到职业的水准跟职业的规模 他有这个向往 那这个小朋友就会有一条龙的一个 我们希望透过体育 来发展我们的城市观光跟城市经济 透过这样子让小朋友一个目标追寻 他如果很用心打 好好的读书好好的打球 就有机会打到自然 这就是一个憧憬 然后以比如说以自己也作为目标 还是未来我们希望可以争取一个职业队 直接进驻到基隆 他可以同时兼顾着经济观光以外 也可以照顾到我们的三极运动 我觉得这每一个弹项 这就是体育经济 体育经济 体育经济其实很吓人 你看那个PUROG他来热身赛 那个电视转播的效益有多惊人 然后你看一场比赛有四五千人 但是我们政府必须把我们的停车措施 然后导引整个东西的整个配套措施做好 那我们现在希望当然是推广嘛 希望各级学校篮球队都来看球 但是我们希望未来有一个职业经济进来了以后 可以带动我们的观光发展 球队就是我们的城市品牌 目标 我的目标 是 真的 还包括了游泳 我觉得我们的游泳也真的蛮厉害 我们游泳你看我们最近表扬的这个邓宇文选手 文章很深 他已经是上班族了 对 他还可以拿下全运会的金牌 是 这样子的选手 我就希望说未来 他其实未来我们这样子我们基隆出品的选手 我们希望他可以回到学校去认教 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奖励制度 他未必是一笔单笔的奖金 单笔的奖金当然是一个瞬间的鼓励 他可以马上有一个很好的一个 意外修路 但是我们其实要保障我们的体育选手未来的发展 你保障他回到学校去担任专任教练以后 我们这个体育项目的发展 大家就会 家长就会敢投入 让自己的子女去投入各个单项运动 因为看得到未来 因为有未来 他可以保障他未来的生活 我想体育的发展绝对会越来越好 那我们除了补助现金以外 我们在比赛的环境上面 可以提供更好的一个帮忙 也就是比如说防护员 还有比赛选手需要的一个需求 这未必有时候是花大钱 是这个制度的建立 我们只要把这个制度建立好 就像我们刚刚议会的治理一样 制度建立完整 他的发展就会慢慢的上轨道 那体育也是这样子 我其实非常重视各个单项体育运动 在基隆的发展 所以我们同时也都在要求 把制度建立好 环境建立好 我们中央的资源一意住 像现在基隆高中 在跟我们中央争取羽球训练中心 我也大力的来帮忙 如果羽球训练中心可以完成 我们未来基隆高中 他就是一个亮眼 对基隆高中来说 他可以吸收非常多的羽球选手 那对我们基隆来说 就是一个城市宣传 是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互利的过程 所以我们基隆高中 我觉得他查出成绩 我们也要求国终端要羽球的发展 那羽球发展不见得 他是要一个体育的专班 我们只要投入资源给好的教练 再用社团的模式慢慢经营 我想他就是会一个 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把这三级衔接其实比 其他的方式更为有用的效果 而且重点是可以看得到未来这件事 那说到看得到未来 我要带大家来看看我们的委托行 我记得很早之前 我们的议长其实就进驻了委托行 然后不断的劳动 然后又不断的新火花出现 那这一次又结合了USR中华科技大学 他们直接进驻 为委托行设计的不一样的新风貌 最主要就是要让委托行 可以有新的生命力重新出发 你快来看看 中华科大社会责任实践计划 结合基隆委托行街区在地团队 共创基隆提出三个空间改造提案 让我们的建筑系跟我们的室内设计系的 等相关的这样子的一个议题 来推动在第一阶段我们在灯光 在造景的部分的一个改造 跟第二个部分我们针对在系统化的一个设计跟改变 空间改造提案包括了改变现况杂乱的十字街区 创造梦想招商动力的荣盛委托行 以及实作木构架之美的福气委托行展示馆 不一定是完全重来 我们可以来做 我这就是叫整建维护 可以有一点就是整建系维的来做 这样的一个空间的改造 将课堂学习延伸到创作实践 学子在荣盛委托行推出无人泡面店 结合智慧科技赋予招商新选择 我们整个店四平大小 无人我们把墙全部打通 欢迎你24小时随时来 前往以大学师生的专业能量 提供在地更多的未来空间 深更多年的委托行街区公司 肯定也感谢中华科大的设计计划 我们其实基隆比较缺 就是室内的这个空间的一个设计 那我自己本身在这个营造委托行街区的时候 也发觉我们其实需要有一些空间的设计来带进来 那刚好这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跟中华科大USR计划合作 那他们透过学生的创意 老师的指导 那创作了一些发想 还有模型 那这些我们都觉得非常好 也希望作为未来跟街区的邻居们 长辈们沟通 街区未来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那希望这样的一个计划可以一直延续下去 那并且获得支持 在基隆为行动基地 USR计划展成果发表会上 议长同姿委亲自参与肯定 多年前他就进驻扰动 期望赋予委托行新风貌 我们要创造出一个新的特色 让民众愿意走进来吃日本料理 关东煮还是喝喝咖啡 然后到酒吧走走 这会形成一种风潮跟文化 我想我们要创造的是一种这种价值 它不会是 虽然名称还是叫委托行 但它不是回复到委托行的概念 委托行就是一个青年文创的返乡园区 那我想我们透过各单位的协助 那年轻人的投入 那今天谢谢中华科大这么投入的支持 让学生来发想 我想它会是有一个新的创意展现 新创意的投入 再加上地方资源整合 期望吸引更多的在地居民与观光客 来到基隆 爱上基隆 真的就是要爱上基隆 我们从这个委托行 可以看到不一样的新动力在扰动 让基隆有不一样的新亮点 我们要请教一种同志位 超级投入 好 委托行发展 其实我跟小军共同 大概采访了五年吧 非常谢谢你的帮忙 那委托行过去就是基隆的光荣 它是一个过去专卖 不来品的一个街区的文化 所以它的DNA一直都在 所以我们这几年其实导入了非常多的青年创业 那希望它变成一个青年返向的文创基地 委托行的名字还在 有保留它的历史文化背景 但是带入新的资源是我们接着这几年的目标 那未来我们希望可以投入更多的一些创意 我们会建议街区的发展如何来 然后请阐发出 用活动的包装来设计未来的一些节奏 还有未来的一些文化新的力量 那我们现在日本料理的文化 还有酒吧的文化 咖啡的文化 还有一些日式料理 在委托行其实都非常的 生意非常的好 那也非常的活络 在夜晚的委托行其实是一个 我觉得基隆少见的一个街区文化 那其实我们希望带入的价值就是 它是一个年轻人喜欢来的地方 也就是我们路要打造24小时的观光不夜城 我们在白天可以去去我们的风景区 包含我们的炮台 包含我们的弯木山 草进公园 海客馆 和平岛等等 但是在下午你可以进入基隆庙口 中午在仁岸市场 下午在基隆庙口 晚上还可以导入在委托行 半夜可以在卡马町 所以这就是一个 我们基隆其实独有的一个文化 那我想委托行 它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创生的场域 因为我们投入也非常多年 那现在的发展 我们觉得可以导入更多的创新思维 我们希望未来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人 来投入他们的创意 因为年轻人的创意 其实是非常可怕也无限的 有时候没办法想象 像一开始我们讲这个案例 就是一开始我们的挂包 来租我们的委托行 所以我们这个房东太太 还很担心说 挂包一颗卖15块 我租你 你可以活多久 这是他的疑问 可是你看看现在 他用这种文化导向带入了 后来就产生 就算即便疫情 他融入了Fupenda 融入了UberE 他的生意他现在 他现在就是变成来委托行吃挂包 就是来委托行的一个象征 也就是你去基隆庙吃什么的代表性 来委托行要吃什么的代表 我觉得这样子就是一个很好的文化 主要我们希望让更多的年轻人 投入这个产业的转型 也就是基隆 他其实也是一个具有流行文化 然后带有历史感的地方 他创造了一种感觉出来以后 他未来的发展就是我们的创生 未来发展再加上我们刚刚不断讲 我们这几年一定会大力的推动步行经济 希望未来在减少大众运输之后 就是减少私家运聚啦 增加大众运输及步行的空间以后 我们让这个步行经济把整个市中心 都变成一个商圈 就不用分委托行 不用分人安市场 不用分庙口 他就是基隆市区就是一个商圈的时候 他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个地方 真的也可以看到委托行败给基隆市 有很多不同的亮点 那刚才结合了未来的想象 步行城市的计划 那基隆就会越来越不一样 剩下最后两分钟 有很多话要跟观众朋友说 对不对 好啊 我想这段时间以来 我就任议长之后 其实带了战战兢兢忐忐忑的心情 在担任市议会议长的一个工作 那我们希望这个一个政治学家 韦伯 马克思韦伯说 一个政治家的条件有三个 热情 判断力 跟整个责任感 所以我们希望用这三个元素 去把我们政治的文化塑造出一个 崭新的一个风貌 那我要利用这个机会也公开 感谢我们议会的所有职员 所有的我们的这个同仁 因为有大家的每一个螺丝的运作 让我在议长的工作可以推动得非常顺利 那我们也希望我们持续 抱持着一个学习的心态 来跟各党派做沟通 希望让我们的 不管在大家的意见不同或极端 都希望透过一个民主协商的过程 让我们基隆的城市发展 医师的运作 还有政府的运作 都可以更顺利更顺畅 我现在才发现 其实当然议长工作以后才发现 其实议会跟市府的一个运作机制 非常重要 要相辅相成 大家都可以有表现的空间 大家都会有自己的政治立场 但是基隆市的发展 它不能停滞 所以这样怎么样沟通 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民主 也很重要的一个艺术 如果大家可以看看别的县市 如果它是对抗的非常激烈的 其实很多东西会卡住 所以我们在 无法发展 整个民主协商的过程中 如何让议事跟正事都持续的运作 不能停摆 那又有大家充分的立场表达 我觉得对我来说 也是人生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 再当一年头发就白了 所以可以看到的 我议长真的很用心 今天非常谢谢议长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带大家一起来监督市政 一起来倾听地方的民意 把年轻活力公开透明的这个力量 带入市议会 引领基隆可以开创 更幸福繁荣的未来 谢谢议长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谢谢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拜拜